好 孫大師你好 我是文化大學數年級的學生 那今天因為知道大師對於這個 瘟規模具非常有專精的研究 歷史多年 所以我想說來訪問一下 到底這麼多的模具 它在使用起來有什麼特別的分類 一般分類 我們這個瘟規模具就是分成四大類 丙印 高印 果印 糖膜 現在我們看得到有丙印還有高印 糖膜 我還要另外介紹 糖膜就是桌上的這個 這是糖膜 這是糖膜的一部分 丙印跟高印最大的區域 丙印一般來講它的深度會比較深 它的清度 它的清度跟清度 丙印一般它都只刻垂直的比較多 刻垂直的 高印來講 一般丙印來講我們都是 一把模具就是刻一孔 硬一高 它比較厚 要粗膜比較容易 它那個高膜因為它比較淺 它會刻整排的 可是它在刻的時候 它就是會有斜度刻出來 它打出來的那個膏可以 有很多個 像這上面這個 像這個打出來的模子 那個膏 也有五個的 也有十個左右 還有幾十個的都有 像這個都是膏模 這三個 這四個 這個也是頂模的一種 它是屬於比較小的 其他這個都是那個龜印 我們在判的背影 那像底膜的大小 是怎麼樣可以算 比如說我們知道 比如說一兩二還是六兩的 那在這個底膜上面 怎樣可以知道大小的大小 一般的大小 我們在刻的時候 一般就是1.2兩到六兩來講 1.2兩到六兩來講 它就是中秋的部分 中秋模具的部分 就是1.2兩到六兩 它這支中有圓形的有方形的 那個是最普遍的 這支中其實它有很多的造型 有時候是要依照客人的需要去做它的造型 一般來講就是圓形的還有方形的比較多 這支中它就是1.2兩 1.5兩 2兩 2兩 2.5兩 3兩 3.5兩 4兩 5兩 6兩 它這樣就分別了 這個 不等一年 到六年有這個中秋模具 不等一年 梨餅來講 梨餅它有從4兩到幾斤就可以了 4兩 4兩 5兩 6兩 它這個4兩 5兩 6兩 這是比較小的梨餅 一般來講 它都是刻那個 雙形 還有旁邊 加那個稍微的那個 圖樣而已 有8兩以上的 一般才會刻龍鳳 刻其他的造型的 因為它的面積大 它會刻雙形 或是刻其他的造型也有 那我們啊 就是知道雕刻有不同的雕法 那現在我們 這個雕刻的方法 是屬於哪一種的雕刻 雕刻的方法 跟一般的雕刻的方法 它不一樣 雕刻它是屬於凹雕 就是人家所說的就是陰雕 一般我們看得到的雕刻 一般都是屬於那個浮雕 浮雕它是屬於那個洋雕 對 凸的 它是凸的 它是屬於洋雕的 一般來講 雕刻就是刻魔技 才會刻那個凹雕的比較多 陰雕的比較多 就是凹下去這樣子 對 掉下去 就是凹下去一樣 打出來它是吐出來的 就好像我們 它的造型 就好像我們刻那個木頭 刻那個糊雕的造型 都是一樣的 可是它就是必須要經過一個程序 就是說你刻凹陷的 它打出來 是要那個 是要那個圖面的 我們刻字的時候也要刻相往的 跟我們那個印章是一樣的道理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上面的字 就都會是反的打出來 對對對 上面的字啊 都是刻相往的 那我現場看到這個國具 有許多不同的材質 那最古早字跡啊 在材質上有什麼編編呢 嗯 我從事這個模具雕刻啊 我所接觸到的大部分都是那個烏心石 烏心石 就是應該是在我們台灣來講 就是就地取材吧 對 烏心石 它這個木頭啊 它有特產 台灣的對 特有的木頭 嗯 其實烏心石啊 在很多的國家都有 大陆也有 對 東南亞啊 越南啊 越南高棉啊 那個菲律賓馬來西亞 其實都有烏心石 就是台灣的最好 嗯 台灣的喔 它的材質就是啊 它的材質就是那個 就是細 嗯 就是 它算比較細 比較細 毛細孔比較細 毛細孔比較細 還有它就是 也是比較耐敲擊的 哦 它的硬度也剛剛好 毛細孔比較細 是不是就可以放出來 嗯 毛細孔比較細 是的話 它們要刻 就是要 嗯 就是要刻那個 膏膜的話 它 它也是更適合的 嗯 東南亞的就是 就是 應該是那個 尾杜的關係 還有衣水的關係 它 它算是最重要的 所以說 茶比較薄 哦 我們台灣的齁 隨意想我們台灣出現 是會好茶 哦 像是來講 就去酒店的國家 好 甚至青花茶啦 還有一些 辣椒 這都是最好的 茶 母精啦 辣椒 還有一種 我們有一種 什麼茶 紅豆酸 我們的紅豆酸 也在台灣比較好 對 對